2011年的1月 这个重庆老人吴厚翔 在帮助邻居家灭火的时候呢 被墙体给砸伤了 导致他终身瘫痪 那么这场大火 他究竟到底值不值 吴厚翔老人 会是我们要寻找的雷锋吗 2011年1月 吴立平的父亲吴厚翔 在帮助邻居家灭火的时候 不慎被墙体砸伤 导致半身不碎终身瘫痪 为了给父亲治病 吴家已经花去了20多万块钱 尽管农村医疗保险 为他解决了将近2万块钱 原本就不富裕的吴家 仍然不得不四处借债十几万块 全家的生活 仅仅依靠吴立平的丈夫 每月打工计回的2000块钱 勉强支撑 生活的压力 也让吴家人产生了矛盾 吴立平和母亲经常抱怨 吴厚翔这场大火 久等不久等 吴厉平呢 他的父亲名字叫吴厚翔 今年1月份呢 这个吴厚翔的邻居家里的 起火了 那么吴厚翔先生呢 进到这个火场去抢救 结果没想到呢 却带来了给他自己很大的伤害 是的 那天正好我父亲跟我妈妈 在家睡午觉 然后突然听见 外面有人喊救火 然后他就跑出去了 在救火的过程中 墙体支撑不住倒塌了 倒下来 当时就把我爸压在下面 下身撕去了知觉 现在命算是捡回来了 可是 还是被评为一级伤残 然后生活不能自理 大小便失禁 要我妈妈复理 哦 花医药费发了不少钱吗 花了近二十万了 大部分的钱都是 我两个舅舅借的 他都是用来结婚买房子的钱 现在都全部支持我们家 救我爸了 村子里有没有给你们木我捐 或者你可以向政府申请建议为奖 镇政府是给我们发了那个建议为的那个荣誉证书 但是县政府还没有 三月份的时候都已经报上去了 可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回应 就这里报建议为的能给你们多少钱 做奖励 当时发建议 发那个建议为的荣誉证书 发了两百块钱的奖金 刚才在故事当中所说到这个吴厚翔 他今天呢 非常不容易 我们录这个节目 他专门来到了这现场 他跟他的妻子 袁淑雄 就在我们的门背后 帮人交货是好事 我不后悔 请吴厚翔和袁淑雄 谢谢大家 我叫吴厚翔 来自重庆中县 吴厚翔先生 我知道你出这个事以后 你看你跟你太太的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 你说你不后悔 这是你的真心话 我这个人嘛 从来都是一个内心堂人嘛 挪一住人 帮助别人嘛 我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现在呀 我觉得愧疚了我的家人 为什么 因为我是家里面的顶梁柱 现在家庭经济呀 无法在资助 现在你生活完全不能自私里 现在是 现在完全要靠我的老婆 复理 我想请问一下 这袁女士 你现在的想法是不什么 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感到很难过 我想我听她去死 后来人家把我说了 我都去这样走了 给我两个鱼 不过能把它丢下吗 又把这个家撑起来 我作为一个鱼人 我怎么撑下去这个家 主顾厚翔先生 如果再回到半年多以前 你还会去救我 肯定还是能去救 你还想去救 现在你都成这样子了 谁来救我们呀 你这人都是这样 每次对人都不考虑后果 只想一心一意 帮助人家 人家对你的想法是怎样 但是社会上的好现场还是多 社会上帮助我的人还是多 我好像真是个好人 让英雄流血之后再流泪 是让每个人都欲哭无泪的事情 也许我从今天下了节目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所有人买一份保险 第一 那么走到街上 我可以举手 说在我跌倒的时候 请来帮我吧 我买了保险 不会讹诈任何人 第二 当我建议勇为去帮别人的时候 至少我的医疗费还有人可以给我报道 先有请谭芳 你好 你好 谭芳今天拿了个牌子 就告诉我 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我来到这里 还代表我们中国好人网 好人基金 来向好兄弟 吴厚强先生 表达我们的一片心意 谢谢 原来一直搞得神秘的就是这个三万块钱的牌子 要谢的应该是我们 因为你让我们很感动 中国好人网啊 主要不是 要宣传 要培养这些金钱动地的 大一一种豪情 我们是要夺利宣传 很普通的人可以做到的 而又是这个社会完全不可缺失的事情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大家不敢做 你做了你就还面临着风险 所以我们就想应该去来化解这个风险 让我们更多普通的人 能够做好自己应该做而能够做的事情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您